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杰鱼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健康老龄化 可以这么说,让自己能够健康的老去或者延缓睡老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如果想让自己能够健康而优雅的老去或者延缓睡老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到底是怎样一点一点变老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世界健康与老龄化报告中 重新定义了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概念 即发展和维持老年人获得幸福的功能能力 这就是健康老龄化 那关键问题是,功能能力是什么呢? 它是作为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核心指标 由内在能力、环境及两者之间相互自由决定 内在能力指的是什么呢? 是个体生理和心理能力的总和 主要包括第一个慢性炎症 第二个免疫衰老 第三个下胸脑垂体肾上腺素肘 第四个神经内分泌的失调 第五个细胞衰老 第六个能量代谢受损 好,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问题,慢性炎症和免疫衰老 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慢性炎症会导致免疫 慢性炎症的一个发生 这也与衰老相关的病理过程是相关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下胸脑垂体肾上腺素肘 与神经内分泌的紊乱 这个我们简称叫HPA肘 HPA肘是大脑和内分泌系统联系的一个通道 HPA肘和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失调 与抑郁症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我们来看看细胞衰老 这个一提细胞衰老就不得不提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能量加工厂 线粒体 线粒体的DNA突片 氧化磷酸化功能的下降和活性氧 我们叫RS的一个上升 是线粒体常见的功能障碍 它也是衰老的一个特征 也是许多老年人相关疾病的驱动因素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就是慢性炎症 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和主题 慢性炎症是衰老 它是一种伴随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慢性进行性的炎症状态 其主要特征 它是一个慢性低度全身性可持续隐匿性的一个炎性特征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慢性炎症和衰老之间 到底存在着哪些切丝半律的联系 第一个 运动与慢性炎症 研究显示 那么肌肉力症的下降可能是炎症和功能受限之间联系的中介 是我们的运动功能下降 第二个 活力的下降 活力是内在能力的一个核心维度 那么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影响肌肉的健康 导致什么呀 导致我们内在活力的下降 比如说卧力下降等等 这慢性炎症 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看认知能力和慢性炎症的关系 研究表明慢性炎症可能会借到病理性的认知功能下降 而且它还可以借到什么呢 我们的脑长轴功能障碍引起认知的下降 加速什么呀 老年痴呆的发生 第四个 心理与慢性炎症 在马斯特·李赫特研究中 那么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 与异症发生时持续相关 第五个 我们的感官和慢性炎症状态 慢性炎症与年龄相关性的听力和视力障碍有关 血清中炎症指标增加时呢 与AMD进展相关 那么可以同时借到自身免疫性疾病 引起听力功能下降 在重度的炎症指标中 那么我们发现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C反氧蛋白 肿瘤坏四因子 还有白结素6是自为突出的 那么很多人说了 既然慢性炎症和我们的衰老是密切相关的 如何来抵抗慢性炎症呢 吃超龙素可不可以啊 当然是不可以 想抵抗慢性炎症 就一定要做到WHO的四大健康基石 第一个均衡的饮食 多吃植物性的食物 第二个就是什么呀 适度的体育锻炼 第三个戒烟限酒 第四个心态平衡 这些都是减缓慢性炎症 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同时也是延缓失老的武器和发宝 好 今天您了解 如何来减缓慢性炎症 来达到健康老龄化的目的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青春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